有主物在律上分成哪三类 忘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有主物在律上分成三类 第一个是三宝物 三宝物它是供佛、供法、供僧等 特别是道场里面的东西 有很多是三宝物 只要是佛教供修的团体 比方说番状是供养佛陀的 这个属于佛物 比方说经架、盖经物、扶持 这是供养法宝的 这属于法物 有些是供养大众师的 叫僧物 这三种物都是有主物 你不要以为佛陀灭度了 佛陀的东西仍是有主物 法宝 虽然不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人 但是只要这个信徒是发心用来供法的 也算有主物 纳僧就不要讲了 僧团 供养大众师的更是有主物 三宝物 它有三个重点 导致节最特重 第一 体通十方 因为三宝物是来自于十方的供养 所以偷到三宝物 是望十方众生节最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这个图团 你也可以用 它也可以用 任何人都可以用 所以这个犯罪的对象太广了 你偷到了一个僧团的仆团 你是跟十方众生结罪 这个债就还不起 你偷隔壁的东西 你是欠它一个姻缘 比较好还 因为它来生不见得会跟你相遇 但是你偷了三宝物 你是欠所有众生的债 你还不起了 因为它体通十方 这第一个 因为它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用 第二 众生的会命所依 三宝物 是给大家修行用的 每个人在三宝当中用功 法身会命会增长 你盗取了三宝物 使令众生在修学当中有障碍 盗到最后扑团不够用了 这本来是有状番的庄严 你把它盗取了 就不庄严了 所以你就直接影响到众生会命的增上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你仗别人的道 这是第二个 众生会命所依 第三 是清净心所成 每个人供养三宝的心 都是很虔诚的清净心 清净心所成就的东西 你竟然用染污心去偷去 这个也是很严重 因为他的过程是清净心 每个人不管他是有钱没钱 都是省吃俭用 把自己的钱用来供养三宝 所以你这是障碍众生的发心 导致结罪特重 三宝物 这第一个 是有种物 第二个是人物 就是一般人 这是某一个人的物 当然是结重 结重的话就是上品不可悔罪 第三个非人物 非人是什么 我们解释一下 在律上所谓的非人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鬼神 第二个 畜生 这两种情况叫非人 他不是人 那么非人物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有主的 望主结重 他是有主人的 比方说 你看到一只小狗 这小狗的脖子上 有一个很漂亮的金色项链 你把这小狗的项链给偷过来 这种情况又有两种情况 这只狗如果是一只野狗 没有主人的 你望这只狗结青 因为他不是人 那么你是犯轻罪 如果这只狗是有主人的 望主人结重 这样懂吗 就是看这个动物 你把它偷过来 这个动物到底是有没有主人的 只要有主人的 你就不是对望这只狗 因为这个狗是系属于主人 所以你是对望主人来结重 如果这只狗是一只流浪狗 你把它偷过来 那没有主人的 你就对望这个畜生结青罪 这是这样子的 那么非人的情况 我们解释一下 非人就是说 他是公鬼神的 比方说放蒙山 到场准备的东西 还没有供鬼神之前 这是有主物 属于人物 甚至于属于三宝物 所以放蒙山之前 你偷东西 犯重 那么如果说这个蒙山 已经失失给鬼神了 属于鬼神的东西了 你再去偷 犯青 因为这时已经把这个东西 不失给鬼神了 你再去偷 望鬼神结青罪 所以有种物 基本上就三种 你把这三种弄清楚了 大概就知道它的状况 这么多年 我要去偷 这里 并 崩子